孤男寡女在房间里待50天就能获得1亿美元 在这个房间里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只有一张洁白的大床 和日常所需的食物供应 如果其中一人提前离开 另一人坚持到底 仍然可以获得1000万美元 面对这个梦幻般的挑战游戏 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男人按下红色按钮 伴随着倒计时的开始 他们正式参与了这个游戏 可以想象一下 面对未来那突如其来的财富 无论哪个人都会欣喜若狂 只见两人兴奋地围着房间跑来跑去 笑个不停 跑累了 他们就躺在地上畅聊未来美好的生活 男人想成为艺术家 不再为金钱烦恼 女人想进行投资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显然 一个追求理想 一个贴近现实 讨论之后 他们开始探索整个房间 幸运的是 这里有独立的卫生间 可以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规则提示他们不能同时进入使用 接着 男人又来到外面 选择了一份食物 当然 只有能够满足他们正常需求的营养餐 尝了一口后 味道并不出众 事后 女人再次查看了规则 发现每天晚上十点 灯光会自动熄灭 表示夜间休息时间开始 就这样 在短暂的兴奋之后 两人躺在唯一的床上 开始迎接无聊的生活 当夜幕降临时 他们开始讨论自己的一举一动 是否被主办方监控 于是 两人相拥而眠 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 第二天一早 女人先洗漱一番 并在镜子前对自己加油鼓励 等男人也刷洗完毕 他们继续聊天打发着漫长的时间 他们畅谈天地 谈论历史 展望未来 然而 话总有说完的一天 最终 两人开始互相询问 刷牙时是逆时针方向 还是顺时针方向 发现聊天时间并不长 女人决定开始打坐 而男人则专注地看着 倒计时一分一秒的流逝 或许在平常的生活中 她无法感受到时间的概念 但现在 无论如何 时间都变得如此缓慢 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两人决定寻找其他方式来娱乐自己 他们开始玩一些童年时的游戏 如拍拍手掌或玩捉迷藏 时间一天天过去 直到他们不再愿意交流和玩耍 好在挑战只剩下23天就能完成了 就在这时 男人无意中发现前方有一件奇怪的小物件 他走过去 发现那是一只小蟑螂 面对着突然出现的第三个生命体 男人非常兴奋 还给他取名为显眼包 这让旁边的女人忍不住笑了 他认为显眼包看起来快不行了 于是男人急忙拿出食物倒在地上 然而 这时旁边的音响突然响了起来 播报着食物指线他们两人实用 男人彻底无语了 他看着那只半死不活的蟑螂 大声询问是否可以打开门降器放出去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无论如何 男人都决定放蟑螂出去 但女人阻止了他 他提醒说 按下那个按钮可能会让主办方认为 有人要提前离开 奖金会直接降至1000万美元 他们不应该为了一只蟑螂冒那么大的风险 然而男人不顾这些 坚持要放走蟑螂 于是 两人发生了第一次的争吵和冲突 当理想面对现实时 他们搁置一词 气愤的女人最终决定随他去 然而 没走几步 不小心把可怜的显眼包彩得稀巴烂 尽管女人称这是意外 但男人看了他一眼 默默走到一边 显然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或许正是主办方故意制造的小意外 两天过去了 男人主动找到女人 表示他想预知奖金已抽取一份随机的惊喜礼品 原来还有一项规则 他们可以利用奖金的一部分来获得两次抽奖机会 第一次只需支付十万美元 而第二次则需要一百万 因此 男人想征求女人的同意 然而 女人并未说其他的话 只是淡淡地表示这十万算在男人头上 看来他们已经商定将奖金平分 于是 男人走出去抽取了第一份礼物 只见一只蜡笔传送了过来 对于梦想成为艺术家的男人来说 这无疑是令人开心和快乐的 女人默默无语地表示 用十万买一只蜡笔实在太奢侈了 然而 男人展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天赋 只见他纸笔一挥 洁败无暇的墙壁瞬间变得生动起来 很快 整个房间都被他涂满了图案 而蜡笔也被他用完了 男人看着自己沾满颜料的双手 走进卫生间清理了一番 然而 当女人进去后 却发现卫生间被弄得一团糟 他只能无奈地擦拭干净 事后 女人找到男人交流了一番 他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应该和好如初 幸好 男人也有这个想法 于是 他们再次回到了和好的状态 然而 第二天一早 当女人走进卫生间时 突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 只需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待个50天 救门获得1亿美元 换成是你能坚持几天 这对孤男寡女在百无聊赖中熬过了一个月 原本以为这项挑战能够顺利坚持下去 可主办方真的会不整幺蛾子吗 就在女人起床上厕所时 突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 他急忙叫来男人 原来洗漱池边竟出现了一把手枪 女人询问男人是怎么回事 但男人也不清楚 他没有去抽奖 难道是主办方故意安排的吗 无论对方的用意是什么 两人最终决定把手枪扔进床下 又过了一天 突然语音播放传来了一个视频连接 两人莫名其妙地走过去 不知道主办方又在搞什么鬼 很快 一个女人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 他热情地向男人打招呼 原来竟然是男人的前女友 许久不见的他们互相畅聊了一番 显然 这让旁边的女人有些不开心 幸好 视频很快就结束了 接下来轮到女人了 然而他脸上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只见一个老头出现在画面上 女人随即大声呼喊 要求关闭视频 他不想看到对方 原来 这个老头就是女人的父亲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 让他一直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他永远不原谅父亲 男人迅速走向女友 紧紧拥抱着他 原来 在女人坚强的外表下 也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 虽然离挑战完成的时间越来越近 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男人无聊地躺在地上 甚至故意吹翻面前的营养餐 女人看到后走过来 他告诉男人可以再去抽一次礼品 虽然依旧算在他自己的头上 但至少在结束后 他们还能获得9999万9890美元 只要他们仍然在一起 美好的生活依然等待着他们 女人说完后去洗漱了 男人兴奋地走过去迎接下一个惊喜礼品 只见他轻轻一点 没多久房门突然自动打开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男人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一幕 女人听到声音也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后 她也有些猛 经过聊天得知 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位演员 受雇参加这场演出 她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女人感到更加无语 她将男友叫到一边 说了一堆话 总之就是对这个所谓的礼品非常不满意 男友则表示已经消耗了100万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就在两人谈论时 灯光突然熄灭 到了晚上休息的时间 女演员表示 听经纪人说这场演出可能只有一天 这句话让女人暂时放下了心中的芥笛 几个人就这样共度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女人醒来时发现女演员不见了 她以为对方已经离开 但走进洗手间才发现她在洗漱 接下来的几天 女演员依然没有离开 反而像他们一样一直待在房间里 或许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就在这时 快要崩溃的男人似乎出现了幻觉 感觉自己掉进了水中 而在她挣扎的瞬间 突然看到了曾经的弟弟 原来 她一直将弟弟的意外死亡埋藏在心底的痛苦 被激发出来 幸好 女友和女演员及时过来安慰了她 晚上 他们开始聊起白天发生的事情 男人眼含泪水 讲述了痛苦的回忆 女演员再次安慰她 并情不自禁地牵起了她的手 这一幕被女友目睹 引发了他们之间的争吵 这次争吵再次让男人心力交瘁 第二天 女人醒来后去卫生间时 惊讶地发现那个女演员真的离开了 她松了口气 然而 不久后 女人在墙上发现了一行模糊的自己 她急忙叫男友过来 原来那个女演员在离开时诽谤男人对她做了坏事 这激怒了女人 自从女演员离开后 男友就好像视魂落魄 两人的矛盾再次升级 这次争吵中 女人直接动手 将男友推向墙角 她的头部狠狠撞在尖锐的墙角上 女人意识到不妙 赶紧走过去查看男友的状况 然而 男人起身后却对她一顿输出 男人她还想说些什么 但头部受伤使她无法继续说话 只能贪坐在地上 女人意识到男人的伤势严重 她急忙拿来营养餐给她补充能量 但男人喝完后说道 女人劝她再坚持一下 也许休息一下就会好 他们离完成挑战 获得巨额奖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此时 男人终于明白了举办方的用意 并告诉女友 这个房间根本不是真实的 而是一面镜子 放大了彼此内心的黑暗 这是错误的 他们只有离开这里才是胜利 然而 无论男人怎么说 女人都不愿意放弃 她受够了从小到大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是她唯一可以改变的机会 面对女友的不甘心 男人表示自己独自离开 她大不朝按钮走去 但突然 女友拿枪阻止了她 愤怒地说道 男人只是喃喃地说道 说完准备再次离开 女人随即朝天花板开了一枪 但依旧没能震慑想要离开的男人 她也无法真的伤害男友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 女人崩溃地大哭起来 在男友离开的日子里 女人孤独地面对着一切 但她的内心早已经崩溃 唯一支撑她的是那份不甘心 直到最后两天 她看着男友曾经写下的话语 似乎明白了一切 那时的他们是如此甜蜜和恩爱 没想到最终会演变成这样 女人最终走向红色按钮 轻轻地伸出手 尽管双方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但他们仍然相互问候 过去的不愉快似乎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女人告诉男人 她是来看望父亲的 然后准备开车回家 她问男人是否愿意一起走一走 男人答应了 在路上 男人询问她是否赢得了剩下的奖金 女人没有回答 反而问她是否还在画画 男人肯定地回答说当然 也许答案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他们已经从中找到了 他们所寻求的答案 与此同时 另一对年轻情侣进入了房间 迎接着新的挑战 无论他们将面对什么结果 房间将像一面镜子一样 映照出他们最真实的样子